哈喽,大家好,我是冰果 今天呢,我们这边有些地方是磊酸甲的 它是拿大概是6两到8两之间溶于水 然后倒在树的周边 就比如离树头2米左右 或者1米半,1米半到2米左右 它就倒在那里,倒一千,沿着那个树头 它是沿着树头倒一千 沿着那个树头,1.5米到2米之间 它沿着树头倒一千 就是溶于水嘛 大概我们是一桶水 大概是那种30公斤左右的那种 对,然后就倒一桶水下去 基本上是一个月之后它就会来那个花芽了 它已经吹花就会成功了 不要弄太多 石甲的话可能量多一点 可能再多个0.1或者0.2吧 储量的话就0.6到0.8 石甲再多个0.1就差不多了 就把每一桶水倒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溶于水再倒在那里 就不用挖坑 就不用洒在表面再淋水 我们直接是溶于水再倒在树头就可以了 要一个月之后它就会来花芽分化 是可以的 我上周不是去的南药所吗 那边也是 那边是6号 那边是6号就撕立山脚了 我们这边16号相当于推迟了7到10天 连南药所那边是湛江 在湛江 我们这边是茂名化州 所以我这边晚了7到10天这样 当时我在村里面也发给大家看了 就是他们有一些品种 保持1号的跟那个 对 跟那个脆香的是开花结果了 大家应该也当时应该也看到 如果在村里面的话 对 基本上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试一下这个立孙甲 做那个正继枣 就是龙眼提前上市的那个 是这个立孙甲的事 很多人想问 他说买不到 这个要骑到才能买得到 如果你是茂名这边的话 可以帮你找得到吧 但是其他演的地方 就不太一定能找到给你 对 如果你想尽存或者什么之类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 或者私信留言 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那么请点赞关注